就会出现一个QR Code出来了 这个QR Code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 假如你把那个QR就是把手机的 把它什么样 Scan一下 其实就等同你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PhoneGave上面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Scan一下 它会自动产生刚刚的短网纸就秀出来 这个时候你把它点击 一样它就会出现下载的画面 所以呢 使用者怎么样 直接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下载到手机里面 那基本上流程都一样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把它丢到云端一点上面 然后呢 再来就怎么样 如果你下一次还在产生一个新的 没有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删掉无所谓的 这个这个时候 Setting里面把它删掉 它还是不会有影响 也就是说 没有关系 反正将来 把它产生一个APK档 下载 丢到云端一点 然后就会用 GOO.GL 产生一个QR Code 就可以了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无止境的一直产生QR Code 那这个QR Code 将来会不会消失呢 其实之前有同学问过 会不会这个短网址会不会消失 这个QR Code 基本上 我大概用了好多年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所以我想应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Google这么大 应该算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公司 如果都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也没有 网络上也没有值得相信的事情 所以如果他都不稳定的话 那当然那不稳定的东西太多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基本上用这个方式来做 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先把什么呢 刚刚讲的那个APK下载下来 传到你的那个云端硬碟上面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